谁将会是皇家警察部队新一代的掌舵人呢 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今天证实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已经签署了任命书 委任现任的代副警察总长兼政治部总监 拿都斯里阿都哈密巴多出任我国第12任全国警察总长 警戒早前已有消息传出 阿都哈密将会取代这个月3号荣休的丹斯里福斯 出任全国警察总长 随着阿都哈密上个月15号 受委赞贷副警察总长 更加强了这名政治部总监继位作证的可信度 首相今早在部城出席劳动节活动后 确认了这个消息 阿都哈密效力警队将近40年 2015年曾因为公开非议伊马发展公司调查工作 而被调离武吉安曼警察总部 直到去年509大选西蒙执政后 才被首相召回警队核心 阿都哈密受委政治部总监的同时 目前也是调查伊马发展公司丑闻特工队的成员之一 另外针对人权委员会主席丹斯里拉沙里伊斯迈提前辞职后留下的空缺 敦马哈迪表示 目前填补的人选还没有定案 2016年出任主席的拉沙里原定在这个月27号卸任 但他选择在上个月15号向国家元首和首相请辞 马辛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因此突然证明有证明夫交往现在已经配置了 � happily